随着杨子的长相思火热播出后 更是成为了整个暑气档的王炸之作 赢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然而使他后期的作品更是备受关注 由杨子主演的青簪行 前期因为吴某的事件 从而让整部剧处在了静止的状态 此次也是因为杨子人气与热度的加持 新男主林更新的旧场 也是给整部剧有了补拍的希望 电视剧青簪行以女主的成长为路线 其中有着亲情友情爱情 以及悬疑探案的多种元素 讲述了女主突如其来的惨遭灭门 幸存的她含冤入狱出逃 经过重重苦难 无奈隐姓埋名只为深渊 最终收获友情以及爱情的甜蜜故事 剧情唯美而且生动 也是一部极具看点与竞争力的制作 并且青簪行是林玉芬主导 也是业界知名的实力大导演 对于作品的制作也是有着极高的水准 前期的无心法师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 都是出自她的指导 更是当季的热播大剧 有着极靠的水准 有她的坐镇 更是给剧集增添了质量的保障 再是二位主角的阵容 新男主林更新 无论颜值演技 又或者实力与人气 也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且她的古装造型更是帅气十足 前期也是为我们奉献了诸多出色的作品 其中有与赵丽颖搭档的楚桥传 到后期的与凤行等等作品 与角色有着极高的适配度 精进的演技 更是赢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也是同期演员中的佼佼者 此次与杨子搭档 无论颜值演技 都是非常出圈的一对 并且二人都有着超高人气与实力 CP感十足 非常期待他们在正片中的表现 当然 除了二位主角的阵容 其余配角也是有宣言 陈遮远 余锦维 邱新智 隋俊波 以及刘一红 阮剧 赵英博 李一南 丁孝盈 叶可尔等多名实力演员的加入 各个都是颜值演技担当 有他们的助阵 也是为剧集增添更多的看点与竞争力 由此可见 青三行不仅有着知名大导演的作阵 和杨子的超高人气 与流量号召力 再加上林更新的实力加入 和配角团的强强助阵 以及唯美的剧情 和站内的关注与热度 目前也是暂定或在9月补拍 待后续补拍完成相关的制作 成为古装剧的天花板 也是指日可待 对于此剧 你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 大家与小编一同探讨